裡面主要是這個東西 最後應該是先這個 它應該放在哪裡 所以我們把它搬過來放在這裡 沒錯了 31天以後的也不要顯示 所以31以後不要顯示 那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當然你這個地方直接delete掉 當然不對 delete掉它將來位置會變動 所以如果我不要顯示的條件 就是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它是小於1的 這些不要顯示 第二個條件是大於這個儲存格 就是31以後也不要顯示 那我該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當然這地方的話我可以用邏輯判斷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如果說你要把一個很冗長的公式 再做一遍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把它當成是一個 什麼 一個變數去貼 貼上去貼上去貼上去 那用它來做判斷 第一個剪下 不包含等號 第二個插入一個邏輯 那這個if裡面會有兩個邏輯 那兩個邏輯不是and 就是其中一個成立的話 那就要去做那個邏輯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加一個or or 或者當然你可以再插入一個or的函數 前刮弧 前刮弧之後的話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第一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小於 如果它這個條件小於1 如果小於1 抖點 抖點 再貼一次 或者是 大於 L3 所以這個地方貼的時候要小心 L3 請你把這個L3按F4 把它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記得後面再加一個後刮弧 所以特別注意 那當然自己打的時候 因為這個很冗長 我剛剛是打一個or 前刮弧 貼 然後給它一個小於1 抖點一下 第二個條件 再貼 有沒有 把剛剛這個東西再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自己打一個 大於 什麼呢 L3 把它鎖起來 那我們有兩個條件 兩個條件之後的話 如果這兩個條件 它為true的時候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不要讓它顯示 把它清掉 對不對 那如果把它清除的話 特別注意喔 在true的時候 給它什麼 空置串 這個叫做空置串 就是不顯示的意思 不要有東西 反之 做什麼 就把剛剛再貼一下 這邊貼三次 貼第一次是 判斷什麼 它是不是小於1 貼第二次 是不是大於L3 貼第三次 就是正常狀況 把它輸出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就按部就班 先做裡面的 慢慢做 做完之後再貼貼貼 如果還有邏輯判 沒關係 再剪一下 再繼續貼 你可以貼很多重 很多層 所以很多複雜的邏輯判 你看奇怪 你公式怎麼這麼複雜 一般人一次是不可能做到 所以通常是分成好幾次把它完成 好按確定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做完之後 好像游標是放錯位置 應該放在這邊才對 這個 簡像 插入第一個邏輯一幅 然後呢 打一個偶爾 前刮鬍 貼 如果小於1 斗點 再貼 大於L3 按F4 後刮鬍 特別說 動作缺一不可 在如果為True的時候 就是上面兩種其中一個發生的話 那就是空字串 反之 那就是把最後的結果輸出 按確定 確定前先檢查一下有沒有紅字 沒有 按確定 好有沒有 自動幫我清掉了 向右 向下 你會發現有沒有 小於1 不出現 大於L3 也不會出現 那如果說我今天換個月份 換個8月 有沒有發現 8月 它的第一天 其實驗證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對的位置 8月份 沒錯 它在禮拜一 OK 是不是31天 是31天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萬年曆就產生了 以後的話你給它一個正確的年 跟正確的日 它就給你正確的位置 第一天的位置 跟正確總共有幾天完成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最後再試試看 那最後的動作 恐怕 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邏輯判斷 裡面會到if if裡面因為會有兩個邏輯 所以我們用偶爾 記得前刮鬍 第一個邏輯 逗點 第二個邏輯 後刮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